两个乌克兰平民拿长枪在我们后面追我们 我们三个跑得跟没命一样 又有一个中国人好像是被枪打了 有多少中国人被打死 被枪杀 这全都是多亏你们这些剑盘侠的功劳 中国人在调侃这个战争 调侃这个战争说 这个乌克兰地方死人越多了 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激动了 刚才看到的信息就是说很多中国人 他在网上调侃说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得好 死人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我就有乌克兰小媳妇了 是吧这样的话这样的言论已经被乌克兰媒体集中翻译报道了 现在基本上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了 在基辅那些防控洞里面 地铁里面 人家老头老太太年轻人就直接这样问中国留学生 你们是不是这样真这样的 结果很多学生都不敢他妈的在地铁里面呆了 希望国内这些肩膀侠你们 你们留点口的给我们一点生存机会 你知道今天 今天我的基辅农大的哥们在外面 他们是怎么办的吗 有人直接问他们你们是哪国人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Jeff Meese 我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说 多亏你们啊 你们就这么 你们就这么缺老婆吗 是啊 你们确实缺 你们连人都不缺了 人家战争死这么多人 你们就真的要说死得好 可以有乌克兰老婆在这个地方玩 我们在乌克兰 只要是有华人 今天晚上在哈尔科夫的哈达史社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中国人好像是被枪打了 以后在这个地方有多少中国人被打死 被枪杀 这全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剑判侠的功劳 我们三个跑着跟没命一样就枪就在子弹头上飞 刚才我们遇到枪机了 两个乌克兰平民拿长枪在我们后面追我们 我们三个跑着跟没命一样就枪就在子弹头上飞 女孩子直接吓哭了 女孩子直接吓哭了 我们安静安静安静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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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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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窗户附近停留 尽量不要开着亮灯 也不要与当地人员发生争执 更不要出于好奇心拍个拍那 尤其是要远离所有与军事有关的人和事实 总之既然是安全高危时期 对自己的安全防范要求 当然就要更特殊和更严格一些 对自己的安全防范